臺灣臺灣臺灣 揮打執行長黃仁勳 沒來臺灣機器人展 因為人在美國 一起喊臺灣加油 順之海 傳接球氣勢十足 北市國中棒球隊 跟在臉書大戰 黃董不愧是在大巨蛋跟大聯盟 開過球的那個男人 除了本人親自接待 七七狗也出現 跟小球員互動玩超嗨 黃仁勳在總部接待 臺中北市國中的棒球隊 原本只有拍團體照 但AI叫副團問沒有人要簽名嗎 最後現在球衣上 變成限量版的簽名球衣 其實說好 今年結束前會再來臺 沒來機器人展 主辦單位說沒邀請 接續九月初有臺灣半導體展 十月有紅海科技日 外傳黃仁勳都有機會再度訪臺 而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揮打股價 八月二十一號收在一百二十八點五美元 距離歷史高點一百四十點七六美元 還有一小段距離 但是從八月七號跌破一百美元後 就一路強勢反彈 短短八個交易日市值暴增七千六百五十億美元 目前市值達到三點一六兆美元 而十八號財報公布 華爾街也看好未來發展 雖然還是會大幅度的成長 可是它成長的幅度 可能會比之前的這一年 要來的弱了一些 法人就會逐漸的撤離這一檔股票 分析師預估股價上漲可能會趨緩 但也點出AI伺服器大量開始出貨 從今年開始這供應鏈夥伴財報 應該還不錯 只是回答後續股價會回檔多少 也牽動相關產業發展 解決新聞 林育成這樣挺台北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